快跑前進跳上瓦礫堆 搜救犬聞啊聞 找到人了 搜救犬上前確認 乖巧 靈敏他叫Kenna 是台南消防隊首批搜救犬之一 认過後我们发现 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消防犬 那我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才有办法做一个 比较激动的一个出勤 那才那个自己的搜救犬 才有办法自己掌握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因为这样子 自己养了两只搜救犬 救人分秒必争 在灾难现场 搜救犬必须非常积极 还得服从命令 领犬猿的一个手势或口令 犬之要能马上执行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那我最大的成就其实就是 我跟狗感情越来越好 然后它可以了解 我要它做什么 搜救犬是可以当成我们的榜样 因为狗会教会我们 如果去培养一个好的性格 汉犬之培养感情 不只当它的主人 还要当它的亲人 台南市搜救犬训养 去年六月启动 今年二月就通过初级测验 成为搜救队的省力军 也为消防队增加信心 大约新闻 潘云珍 郑瑞萍 台南报道